《南北大师会经典》 其实我们在想为香港的亲众 带来更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 还请一些大师来演绎经典 那么《南北大师》 主要是从一南一北的两位 武器演奏家来发想的 《南》就是朱昌耀先生 我已经谈过好多次了 不过他应该是非常烦恼 所以就一直到这次我们才终于把这个测试下来 很多他的一些非常具江南风格 维婉动天的那些作品 是在这个音乐界享有声誉的 这次也就是通过这两场音乐会来演绎他自己的经典的名曲 那么《北》呢 那我们就当然北市从北京呢 请了于鸿鸿梅教授 我们知道于鸿鸿梅教授 他是山东人 山东当然有他们自己代表的群 比如说《一只花》 这是山东胡琴家 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所以这次我们也把他就学进来 于鸿鸿梅教授呢 他除了演奏这些传统的作品以外 他也非常的喜欢 帮我们违约一些新的年轻的作曲家 来给他创作一些最挑战性的一些作品 他的这个新的一个作品叫《赛上玄宁》 这个作品是李碧阳先生来创作的这个作品 于鸿梅教授请他写的这个《赛上玄宁》呢 是一个游行曲的歌 就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家都很熟悉的这首游行曲呢 来写这样的《赛上玄宁》 所以主题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但是他的创作的里面是尽情的发挥二胡的非常高难度的技术 还有这个民族乐团的这个交响性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把一个流行歌写出来而已 他是一个把这样的流行歌非常艺术化的宣迹性的把它展示出来 所以这个作品我在北京演出版后 我一直就在想什么时候请郁教授能够接下来播谈 让《赛上玄宁》能够欣赏这首非常费予难度 但是又很会听的一个作品